5年前涉及荷兰村扎打银行抢劫案的31岁加拿大籍男子大卫罗奇 这个月的7号被判坐牢5年和编刑6下 但基于我国对英国政府的引渡承诺 大卫罗奇不会被施以编刑 内政部的文告表示 哈利马总统已经赦免大卫罗奇的编刑 我国因此履行了对英国政府的引渡承诺 内政部也表示我国有必要提供保证 以确保大卫罗奇被引渡到我国 接受法律制裁 大卫罗奇是在2016年7月 在荷兰村扎打银行截走了3万多新元 后潜逃到泰国 他后来在泰国因没有申报携带巨款 被判入狱14个月 之后被遣送回加拿大 在过境英国时被扣留并引渡回我国